今天我们来介绍懒人葱油薄饼的做法 不用揉面,只要有饺子皮就可以吃到又香,又薄,又脆的葱油薄饼 您需要准备以下这些食材 为了方便以后查阅,您也可以点赞收藏本视频 葱洗净,切成葱花 取一个饺子皮,刷上一层油 撒上细盐,葱花 取一个饺子皮叠上,重复刚刚的动作 大概六层的样子 擀开 表面撒上白芝麻 用力擀一下,让白芝麻嵌在饼胚上 锅里热油,放入葱油饼胚 小火煎至两面金黄即可 技巧 整个过程要用小火煎 煎饼不要用太多油,薄薄的一层油即可 好了,就到这吧 谢谢观看,欢迎订阅关注